疫情之下,不能在餐廳內用讓你很崩潰嗎? 上海解封週,因為遲遲沒有開放內用 許多生意快要做下去的餐廳老闆 還有被關到瘋掉的民眾 最近就真的忍無可忍,決定開始偷吃 有的店家偷偷開放二樓給大家內用 要來吃飯的人,只要私下先聯絡老闆 取得暗號,就能順利入場 而在餐廳表面上漆黑一片 但到了二樓卻燈火通明 店裡充滿快活的空氣 還有一些老闆更狂,選擇臨時雇用500客人 讓大家能合法一起在餐廳裡吃員工餐 許多上海民眾抱怨,自己在外面吃個飯 就像是在地下炸賭 還有隨時提防官員上門巡邏,實在是有夠荒謬 說到這裡,你平常最喜歡內用的店家是哪間呢? 留言分享一下吧!